滴滴 你到底有沒有動手 這是很多媽媽朋友希望知道的 我沒有動手 就簡單講 有沒有動手 那你有沒有拿枕頭去壓她 我沒有拿枕頭去壓她 對 看這邊 我沒有拿枕頭去壓她 那那個抓痕怎麼來的 她自己抓臉的 我可以證明 我老婆其實之前2021年 她已經簽一個東西說 我沒有家庭導力 我沒有歪語 就是之前她寫的 為了讓我可以不要睡在家裡 不能跟我家人一起睡 我都是 Defense 她都會講說 比如說KTV 不是我自己我自己的 我要講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從新聞出來 講我有做這個 我要全部都是 我沒有再說她在我們婚禮 做什麼不好的 我從來沒有講 其實我們的婚禮不是百分之百OK的 我從來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完全 我那時候 我現在對她很不開心 因為她做這些 就是為了一個 可以捐比較多錢 這個Divorce 16年的婚姻走到今天這一步 所以你當然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誰都沒有想過 但是說 聽說第一次的離婚 是你開口的 你提出來的嗎 離婚 對 因為如果你要不能說 所以如果要看到家人 因為那時候我看不到我的家人 我那個人 第三職 或是要怎麼說 因為電視上不能 家人 對家人好 不能看到家人 所以律師說唯一的方式可以做是 開始離婚 這樣子會有Custody 就是他們會說 那個法員會說 所以小孩子要 你看一半 我看一半 這樣子的 對 可是沒有做這一步的 就沒辦法 所以一定要開始做離婚的 然後其實那時候已經 已經做到一些很奇怪的情況 所以就覺得 可能其實沒辦法再做 所以這些都是律師建議你的 還是律師應你的要求 給出你的方向 那時候是加拿大的律師 跟我講說 你想看到家人 你就是要做這一步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 可以看到家人 就是警察的那個報告裡面 都說我沒有問題 我是馬上可以去看到家人 可是被擋住了 沒辦法看 當時在哪裡啊 為什麼會被擋住 因為有人就不給我看 老婆不給我看 對 然後其實他有跟師公說 我有送一些信 12月的時候 師公是什麼 不是師公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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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說我有送一些信 給他12月的時候 剛分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好 給我看那些信 我都沒有送他幾種信 我說媽媽不好啊 什麼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送 我說給我看 可是他們到現在 還沒有給我看 可是 我就是一直跟他們說 給我看 可是我現在知道 我其實我老婆的信箱上面 是有我的名字 就是他送信給你 你會看到寫 Christopher Downs 所以他如果沒有寫 他的名字在上面 就是我的名字 對 所以如果他送信給別人 他們會覺得是我送的 我就非常沒有 他沒有寫說 因為他的那個電郵 不是他的名字 對 好啊 我們看 你看 雖然說家債會不會難念經 而且家裡面有一個是 講起來還是外國人 雖然講的是中文 但是你都聽不懂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真的一定中間有很多溝通 不太精準的地方 才會造成更多的 越來越多的誤會 那當然就說 社美 夏克力跟家債的離婚關係 現在仍在進行當中 但是其實他們曾經非常恩愛 對 他們之間的沒人的確是張本瑜 因為張本瑜當時也跟黃家債講說 你不如也就找個老外當男朋友好了 他似乎滿適合你 黃家債曾經在節目當中也分享說 他第一眼看到夏克力的時候 就認為說他應該是個gay 夏克力的解釋是說 gay都長得這麼帥 總之就是說 他們兩個之間的第一眼其實都不怎麼樣 所以夏克力在拍 就是拍戲的時候 黃家債每次都喊他 那個gay 那個gay 夏克力意思是說 為了證明我不是gay 所以我約你去淡水 好 約會 2005年他們談戀愛了 然後2006年他們結婚了 他們的那個中式婚禮 我們還有去採訪 是因為真的那個 所有演藝圈的大咖主持人 都來給他們祝賀 根據當時新聞的說法 他們花了335萬 辦了那個婚禮 白天在教堂 晚上是一個西式的婚禮 他還穿了一個長袍馬褂 然後也迎娶了一個 奉批俠關的新娘 大家都覺得這個婚姻非常的美滿 因為他們後來就有了愛情的結晶 那2006年走到什麼時候發生這個問題呢 我大概去爬梳了一下 似乎他們在2019 在更早以前 夏克力被拍到那個時候 有新聞說去上酒店 然後2013 2013 然後黃佳謙說不予置評 這就大家就感覺到夫妻似乎有裂痕 可是其實在這之前 他們有多好 你們知道嗎 包括有一個故事是 黃佳謙是露吃 走到哪裡都會迷路 他們到國外去旅行 然後夏克力在看菜單 黃佳謙只是走出去幾步 他去看了一下他父親的一些風景 夏克力說他抬頭沒有看到黃佳謙 他說他心臟都快要停了 因為他很擔心他走丟 就是你可以想像那個言語之間 都是把他當寶貝 然後黃佳謙也分享過說 他們曾經吵過架 然後吵架的時候是夏克力在開車 所以可能誰不吵架 情侶會吵架 夫妻也會吵架 一定的 然後黃佳謙說 夏克力可能講話大聲一點 之後夏克力非常的難受 就跟黃佳謙說 因為黃佳謙說我這個人 這輩子有一個死穴 就是不准對我大聲 我非常討厭人家對我大聲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不論你的聲音怎麼樣 或者你有沒有惡意 大聲他就受不了 所以黃佳謙就很難受 就快哭了 然後夏克力就跟他道歉說 我很抱歉 我不應該對你大聲 好 感覺走到這裡非常的完美 可是並沒有想到去年7月 黃佳謙也發一個聲明 證實他們正在打離婚官司 而且在加拿大的離婚官司是 夏克力提的 夏克力剛剛提了這些理由 大家可能聽不懂 他的意思是說2022年之前 他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想見的人 他想見的人除了黃佳謙之外 是黃佳謙跟夏克力的愛的結晶 他看不到 所以他非常焦慮 那因為他看不到 所以律師建議他 如果你不提離婚告訴 你大概這輩子就這樣 所以他必須提 當時有多久沒看到 或者到現在 到現在都沒有看到 總共有多久沒看到 兩年好像 那個12月2號 就是他生兒 他會變兩年沒有看到 其實他人物警察來說 我在他生兒的那一天 Party快要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早上是跟警察在討論 警察 女兒在學校 然後他跟警察討論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現在去抓他 他說不用了 晚上抓他 可是他說 你說他這種家庭保利的事情 我們現在去抓他 他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晚上 可是他會去接小孩 他說沒關係 小孩子跟他在一起是安全的 不用怕了 我們晚上抓他 為什麼 是因為那天是我女兒的生日 我要準備家庭的打扮生日Party 然後要帶他跟他的朋友去玩 一個跳槽的地方 玩那個 就是玩 然後去買晚餐 賣禮物 全部都準備好 那個父母 那個小朋友的父母回來 別的朋友的父母回來 後來call call call 我女兒說 應該是誰是誰 我去接門 然後開門 然後就是有警察在門口 然後跟他說 我去跟他們聊 到外面去 他們就把我的手放在後面 到路邊 站在那邊 然後兩個或是三個警察車 就是當在跑 我們路上的所有的鄰居都在看 看夏天的爸爸在路邊有收在鎖鎖裡面 然後為什麼 是因為老婆前一天晚上去醫院 說我有對她家庭保利了 然後 醫院的東西 這個是發生在加拿大的事情 對 其實我們很難得說 當事人在現場還有評論家的 因為當事人 因為當事人怕他講得 就是 請盛梅他們最重要就是幫忙 可以抓重點 抓講清楚 整理一下 還有對的中文 因為我中文推不太多了 所以就 你中文真的推不太多了 真的 這個雙方在離婚的訴訟過程中 所以嘉謙還有提出一份聲明 渭哈聖美她這個內容有什麼 去年的時候 一開始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黃嘉謙有提了一個告訴大家 的確我們現在正在打離婚官司 然後大家就找到黃嘉謙 其實在過去的一個公開的影片當中 有提到說 她是用謊言在經營她的婚姻 就表示她對外說的很多 幸福美滿的形象 其實她自己承認裡面有很多謊言 是她沒有辦法對外說的一些痛苦 然後接下來 因為有各種的報導 各方面的說法 所以黃嘉謙又透過她的律師賴芳玉 又發了一個聲明 那這個聲明稿就很嚴重了 她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夏先生因為對黃女士 指的是黃嘉謙了 施以家庭暴力 涉犯加拿大刑法的攻擊罪 以及使人窒息之攻擊罪 什麼叫使人窒息之攻擊罪 她的控訴是說 夏克里拿枕頭去押黃嘉謙 所以造成她使人窒息 這個還滿重的 然後被檢方提起攻訴 而且核發了禁止接觸 遠離即禁止 意思是說你不可以再接近黃女士 這是律師的說明 然後律師說夏先生因為社有家暴 而且你定罪的機率極大 所以希望夏先生不要再扭曲事實 這當中因為內容比較多 然後再來賴律師也會在聲明 最後有提醒就說 不要透過媒體公審 所說的事情都不是事實 這是第二份聲明 然後接下來因為 夏克里還提到了她 因為這個事件其實造成她 就是要睡在橋下 狀況不好 然後黃嘉謙的朋友又說了 又說夏克里身為加拿大人 她的朋友親戚都在加拿大 家人都在加拿大 她怎麼可能睡在橋下 然後夏先生本身有四個房子 其中有一個 在加拿大有四個房子 其中一個房子是跟黃嘉謙共同持有 另外三戶都是她的名字 然後還強調說她的戶頭 有一千萬的台幣的現金 怎麼可能是沒有錢的狀況 從哪裡開始 這個 從頭到尾都是指控 沒有證據 其實我在加拿大有拍個東西給大家看 很多paper 我證據很多 她到現在就是一直用朋友 用她自己 用她的那個 我會告她的律師來訪育 我一定會回去 我要回去加拿大 因為其實她用這個東西叫做 那個release order 她在上面寫 這個是我的release order 這個是加尖的 那些東西是她的恐告 她說我做的事情 對 她沒有兼具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這是裡面有她的 她講的兼具 裡面都是 你真的因為打離婚開始之後 就沒有工作 然後真的是要睡在橋下嗎 然後你說因為離婚房子 是兩個人的名字 所以沒有辦法賣 可是剛剛又講說 四個房子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是你跟加千 共同持有 另外三個你還是可以處理的 所以我們要這麼多 一樣是指控抹黑我 然後要有 講那麼多東西 有機會講話嗎 或是就是用指控 繼續抹黑 所以今天你可以聊聊 對 然後就是譬如說 有四個房子 那個發現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那個房子 還沒買 就是有賣掉 可是沒有在我們的 之前的人還住在裡面 所以有三個房子 一個房子是在奎北克 所以兩個房子 兩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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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有人租去去了 租 所以有 他們現在租的那個房子而已 剩下一個 一個 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 是他們住在裡面 加拿大如果一個女生跟說 我老公罪我怎樣 不管是什麼 他們會來抓你 你就會去監獄了 你就會被 就是加拿大的法律 現在就是 保護 保護家人 保護婦女 保護小孩 非常 不保護男生 女生這樣子做不會發生 就有男生 如果女生說男生有罪我怎樣 他們馬上會到家裡來抓你 不管什麼 他就放你的監獄 你就會有 就是這樣子 台灣不會這樣子 加拿大現在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變得 你被抓 還有他又加上去說 我在台灣有 犯罪 他說我在台灣有 warrant for arrest 其實他長的那些 都有帶啊 他跟警察長一大隊 他們沒有辦法去check 所以下個天啊你 他說我台灣有 犯罪 就是我良民證 我從來沒有 這邊這邊 良民證 良民證 台灣的良民證 我都沒有犯罪 可是他跟那邊的警察 所以有 滴滴 你到底有沒有動手 這是很多媽媽朋友 希望知道的 我沒有動手 就簡單講 我沒有動手 沒有動手 那你有沒有拿枕頭去壓他 我沒有拿枕頭去壓他 對 看這邊 對 我沒有拿枕頭去壓他 那那個抓痕怎麼來的 他自己抓臉的 我可以證明 其實這個有間距離 他是有抓的 你現在難得有機會 雖然你中文退步了 但是你 就是還是 上電視你 你還是要抓點重點 讓大家知道說 我這樣子這個可以給你看 你的狀況是什麼 沒關係我們不用看這些 你能提出來 到時候給法官看 給律師看什麼 我們大概就聽聽你的想法 剛剛我已經問你了 你說這十六年來 你都沒有對他動手 對不對 因為這要經得起檢驗的 沒有 那個抓痕是他自己抓的 對 然後你手上有證據是 他有去驗 傷 是這樣嗎 他第一天去醫院 驗 他們說他有個抓痕在這裡 對 就是自己應該是 他說紅紅的 不是抓痕 他說有紅紅的 第二天就是會這樣子 就是紅紅的 然後第二 其實我看到照片 也是看不太到 然後第二天 他警察說他的抓痕在另外一邊 我在中間沒有看到他 他怎麼會跳從這邊 跳到這邊來 所以為什麼 也就是別的東西 他也說 他去看小朋友 他跟小朋友說 我爸爸做這個 他做這個 他給他看脖子 醫院說脖子沒事 警察 他沒有跟警察說我碰他的脖子 所以他怎麼會給家人看他的脖子 因為沒有在裡面 還有晚上 不是有人看派對嗎 那個爸爸在那邊 晚上看到他說他 什麼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那個 發願後來會把這個丟掉 是因為沒有證據 就是沒有他們會說 我們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去告這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去出來 我幫他翻譯一下 他意思是說 第一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就是黃女士有傷 受到暴力 那第二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雖然他 因為在加拿大是這樣 只要太太去指控 先生有打他會暴力 先生是必須被抓走 而且要關起來 然後他說 可是這個案子結束了 原因就是沒有傷 沒有證據 那第三個就是 夏克力第二件事情 我們要問你就是說 因為黃家欽的朋友都說 你是在裝可憐啊 賣慘啊 明明就有錢 為什麼會睡在橋底下 對啊 有這個狀況嗎 你真的睡在橋底下 聽說跟你說 你被抓去警察局 他們從家裡把我拿走 我穿牛仔褲跟T-shirt 我在準備我女兒的生日派對 被拿走 被抓走 被抓走 然後我花一天在監獄裡面 我出來的時候 我不能回家 他們就馬上就會有一個 禁制令 對 對 什麼報 雖然是我們台灣叫禁制令 就是你不能接近他們 那還真的身上什麼都沒有 加拿大就是會 你一次到結束 然後有試試之後 你才可以回你家 所以我不能回我家 你在溫哥華沒有你的朋友 其實我是國際人 我們是剛搬到那邊去 所以我沒有認識那麼多人 可是如果我有我手機 我有辦法去找到人家的朋友 房子在哪裡我可以去 可是跟你說實話 你剛發現這樣子的事情 你也不知道跟朋友怎麼講 你就是因為人家說你有家庭保利 你會覺得很很糟糕的 因為他怎麼會這樣子講 其實我現在非常清楚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講 因為在台灣你要離婚的話 台灣是要人家有做錯 再可以離婚哪東西 所以你以前都是說他有外遇 可是外遇很難 你要派人家再外遇 你要真的抓到他們 我從來沒有外遇 我老婆其實之前2021年 她已經簽一個東西說 我沒有家庭保利 我沒有外遇 就是之前她寫的 為了讓我可以不要睡在家裡 不能跟我家人一起睡 不能 所以她讓我 她哥哥跟她寫這個 這個叫什麼 家 所以 她自己寫的 她自己寫說 沒有家庭保利 沒有外遇 你好久沒有工作了 你現在的生活費還OK嗎 怎麼辦 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要付錢給律師 然後 然後 之前有那個罪犯案 然後 這個也終於結束了 他們在 在摸黑我 我就是沒有啊 我有檢舉 我已經過去這些了 已經結案了 她還說 還會有 沒有了 結束了 這個是真正的 加拿大拿回來的東西 我這麼多檢舉 他們還說 我都在騙 我都在騙 好 然後 你把你的那個檢舉拿出來 你給我看 我對 我睡在橋下 為什麼 因為我累 已經晚上 我沒有錢 我沒有地方去 我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我就是 我在一個橋的下面 是外面下雨 應該是差不多零度 然後我就在那邊 然後當在那邊 然後加拿大我們那個附近 那個橋那邊 很多流浪汗 恩格華其實很漂亮 可是現在流浪汗的問題很多 然後我就突然睡著了 在那個水泥上 後來另外一個男生過來 他是那種沒有家庭的男生 他就吵醒我 跟我說 這裡有一個 紙盒 他說你在紙盒睡覺 因為你在水泥睡 你會 會動死 你睡著 因為太冷了 可能就會生病 動死 對 或是你會生病 所以他就給我那個 就跟我說這樣 後來 後來我白天 有把手機去一個 藥局 然後充電 然後有電 我可以找朋友 我可以打電話給人家 可是之前 剛出來的那一晚 徬徨無助的時候 在橋底下度過了一晚 對 我就是我沒有說 我一直睡在橋下 OK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聖美 剛剛夏克利提到說 十年前的酒店事件 是他們婚姻的震撼帶 對 但剛剛夏克利講說 其實他拍那個照 夾籤也在現場 那怎麼會大家引起 這麼多的誤會啊 因為對於狗仔來說呢 我們最喜歡去拍 女藝人的老公 尤其是很紅的 女藝人的老公 因為女生這麼強 一旦她的老公 如果怎樣了 大家都想去看說 這個女藝人 她的反應是什麼 所以那個 對 雖然你們覺得很無聊 因為媒體已經很壞 但會是媒體 為什麼這麼壞呢 因為觀眾愛看 對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人在提到說 那夏克利是不是有可能 有這樣的一些狀況 果然在2013年呢 就有一個新聞 而且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沒有去深究說 這個新聞內容到底是什麼 大家只記得 夏克利上酒店 對不對 這樣子標題就這樣 所以所有人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加上黃家謙也沒有評論 就是不予之評 所以大家會覺得 從2013這個酒店事件 是不是壓垮他們婚姻 最後一根稻草 但是根據夏克利剛剛的形容 因為他說 他中文現在有點退步 然後稍微幫他講 這個解釋一下 我只是幫他解釋 就是幫他翻譯 他的意思是說 他的意思是說 當時是黃家謙有一個朋友 要約夏克利 因為各位 夏克利本身也是 兒校節目主持人 他也做了很多節目 對 他們找夏克利 其實談一個合作案 而且說好了 黃家謙跟夏克利是一起去 他就會講說 是不是因為他上酒店什麼的 其實他們沒有一個照片 在酒店裡面 他們覺得我們兩個 在後面走出去去的那個照片 大家看新聞就是 觀眾沒有在看新聞 夏克利這個事情就是 媒體今天 啪一個全身這樣 然後後面也不給你擦乾淨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根本都沒有什麼事情 其實對很簡單 然後引起到現在這樣 對 但是又有人講說 現在有人說你有小三 說 甚至還有人說你想再婚 因為我老婆有上節目說 我老公 我還是會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是我選的老公 其實我 黃家謙接受訪問 他就是這樣子講 然後後來在報紙上 就開始寫說 夏克利有外語 黃家謙會 還是跟他在一起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說我沒有說你有外語 我說 如果你外語 我說其實你講得很不清楚 你就讓他們 你看頭條就這樣子 我說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這樣講話 然後就變得 常常這樣子做 因為我覺得可能這樣子做 會有一些媒體 會有人家可以上報 會有一點普遍 出現了 我有另外一個男生的朋友 他也是另外一個女藝人的老公 他也會跟我講說 我不喜歡 他們有時候會用 推章一些 我們不好的樣子的東西 就是為了可以上報 是 然後就變得 台灣現在很多媒體 不管是演藝界 政治界 其實都是這樣 有時候是結婚效果 那冤情一大堆 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是黃佳謙 我們必須這樣講 就你在節目上 當然也提了很多你們之間 然後你也對黃佳謙 有這麼多的控訴 黃佳謙一定很難受 因為畢竟你提了很多 其實是對你自己比較有利 等一下 你不要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說 我都是 防守 他都會講說 比如說KTV 不是我司機我自己的 我要講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從新聞出來 講我有做這個 我要 全部都是 我沒有再說 他在我們婚禮 做什麼不好的 我從來沒有講 其實我們的婚禮 不是百分之百OK的 我從來 我們結婚的時候 我完全 我那時候 我現在對他很不開心 因為他做這些 就是為了一個 可以賺比較多錢 這個divorce 他也去教會 講我難聽之前 他去米拉西亞 講一大堆 說我們的婚禮是家的什麼 你有看到我 他上那個節目說 我外語 可是他還是為 我是他宣的老公 我有出來講話嗎 我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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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律師 就一直在發東西說 他有這個 我就是要保護我自己 有藝人 開始說我垃圾 我在加拿大 我那時候 有一個criminal case 我不能講話 我知道我女兒 現在那時候 我家人在台灣 有人說 我是一個會要人的狗 我是垃圾 你覺得那個家人去 過她的生活 去學校什麼的 沒有朋友 在跟她說 你爸爸是垃圾 我不能講話 就是一直 他們 他講的那些 是從來來的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是他跟他講 大家都說 他沒有講話 可是他跟那麼多人 在講我的壞話 他們都在講話 其實他們沒有看到 任何堅據 我這個到發院了 我也是開心 可以到發院 可以結束 可是我跟你說 我一年內的 沒有辦法到發院 試試看很多次 我是365天 沒有辦法到發院了 他一直說到發院 會 給我一個機會去發院 我有嗎 沒有 後來有去發院 十分鐘 十分鐘 公平嗎 我不想講他的壞話 可是我要保護我自己 因為有人在看 別人看 無所謂 他已經講我難聽好幾年 我家人在看 嗯 是